大家歡迎收看 Gameplay HK 有阿俊 今次就是你爸爸玩什麼遊戲系列的影片 現在看到的就是2001年在 PS2 上出現的一款遊戲 尾版遊戲是 2002 年推出的 它的日文名字可以說短無可短,就是一個字,蚊 給大家看一個遊戲封面,你看一隻蚊在腳尾的關節位置倒進去 真的看到也行 這遊戲的遊玩方法在當年來說真的挺新奇 因為我們要控制的角色就是一隻蚊 它就住了在山田一家人的家裡 需要盡量去吸血才可以安全度過冬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這遊戲,我自己當年就是被它這個題材吸引了 當開發箱出完第二代之後就沒有再出遊戲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變隻蚊,體驗吸人血是什麼感覺 現在畫面看到這一隻就是我們要控制的蚊 但它的樣子我自己覺得怎麼看都比較像是機械人 究竟我們這隻機械的蚊會怎樣吸引血呢 馬上開始玩給大家看 第一關我們就飛進山田一家的女兒 阿里內的房間,她剛剛去完旅行回來 全身輕輕輕,對蚊來說應該就很吸引了 如果你們是蚊的話,究竟會先咬哪裡呢 看看她毫無防備地在床上 應該就咬最多肉和最容易見到血管的位置 看看過關條件 需要吸兩銅血和一個隱藏的血桶 我都要時間去熟習操作 首先我想看看麗萊她的房間究竟有什麼布置 前面這裡應該就是貼了她和朋友去旅行 又或者到處去玩的照片 這裡的圖片應該就是她喜歡的明星 還有一個HIFI 這裡有一個紅色的按鈕,試試按一下 進去吧 按一下圓形撞下去 飛開一點,免得讓她見到 剛剛被她發現了 看看可不可以躲在這裡等一會 好,這個陣子阿麗萊又睡覺了 不過還是不要弄個HIFI,否則又弄醒她 試一下撞這個位置 哇,我們的蚊子真厲害,還可以吃燈 飛高一點 很少 不過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隻遊戲間開發公司做遊戲 竟然不太豐富 它的視點操控比現在的遊戲來說是比較差 所以如果覺得畫面比較搖,看得辛苦的話 真的不要見怪 我已經盡量飛得比較平穩 再飛過去讓大家欣賞一下麗萊 我覺得有時候最討厭就是刺起一些關節背面的位置 就像這個位置 又或者刺去一些腳趾縫位 哇,這些真的癢得你喊救命 有GEL甲的,你看看 我們先飛過去 還是可以針腳底呢 大家不要誤會,我們是不可以亂針的 是需要等目標有一個紅色框 我們才可以針下去 這隻就是麗萊的腳趾 哎呀,撞到了 還好心情,只能有星星在上面 試一下在它面前浮浮樣樣 如果被人發現的話,就會看到左下角的位置 哎呀,看到了 它會由綠色轉成紅色 轉成紅色就會攻擊我們 不要想躲在牆角 就會避得到 在這遊戲中 是沒有這回事的 我們需要找出它的弱點 再針它 就會令它停止攻擊 是沒有這回事的 是這裡了,看到有多少紅色的點 我們衝過去 這樣就可以令到各個角色 這樣就可以令到麗萊冷靜 我們又可以針過了 除了要針它之外 其實也有些隱藏東西 我們是要找的 例如我記得 這個位置 有些深深型的物體 我們收集了它 就會加大我們的血量 另外還有些隱藏東西 就在書架這個位置的背面 其實都收得很密 就是前面這顆 這顆東西就是用來裝血用的 拿到之後就可以額外再吸多一桶血 好了,玩夠了 現在我是時候要吸血了 先吃椅子 找個位置躲好 之後就準備吸血 我覺得如果正常 正常在家裡無緣無故會關掉 就像是撞鬼一樣 搞到我雙手再關掉幾次 好了 我們就要吸泥內 膝蓋對上的位置 大腿來的好肉 應該蠻好吸 吸血的方法就是按一按R3 吸血的技巧就是轉R3的時候 留意著最左邊那條巴 保持藍色的範圍 不過因為我已經拿了 額外的一桶血要吸 如果我已經吸滿兩桶的話 就會過關 所以我要吸到差不多滿第二桶的時候 先離開 差不多了 走人 飛遠一點 讓它冷靜 現在的心電圖是很旺 直燈 有鬼 我是它 我立刻就衝出房子 這麼恐怖 你不是眼燈的 是燈 是燈 自己會跳 各位 你害不害怕 好 繼續等機會衝過去吸血 不用壞了 因為這裡有一隻K20元 會為這個家裡帶來大量的靈異事件 再飛上去 其實我想吸其他位置 但遊戲就沒有這個設定 很喜歡這隻蚊的笑聲 我們真的笑得很壞 差不多了 吸滿 走人 怎麼回事 我希望你享受你的第一次血淋 哇 吸得很飽 如果這個時候一夜拍下去 肯定整隻手都血 大家有沒有試過 看到痕中已經醒了 好 第一關完成 今天吸了一同額外的血 還有我們也可以幫蚊轉色 進去看看 一開始我們原本顏色是橙色 白色的話就會有解鎖條件 解鎖條件就是剛才麗萊發現的時候 我在限時之內令到它放鬆 就會解鎖到 接下來這關我就用白色的蚊 第二關我們就在雜物房裡面 山田家的媽媽就要找個想寶 這麼小的房間 我們可以怎樣吸血 我們就要吸夠兩銅血 首先其實我想找了額外的血條 撈出來 而且也要留意山田媽媽的動作 不過我想它應該也有牌子在這裡找的 有獎牌 獎牌上面有東西 我發現了一些東西 有一個紅色的心心 在正前方也有一顆 看看可不可以冒險地撿起來 行 這個箱子是穿過了我們 看看吸塵機後面有沒有東西 有很多東西要拿 慘了 因為我到處找的關係 已經被山田媽媽發現了 看看究竟我要打它誰 哇哇哇 還要飛過了 再殺蟲水 哇要砍頭 這個原來是加熱媽媽 跟進去 還有 吐馳 它還有哪個位置 不在後面 應該是有什麼 子裡 原來漏了 那個頭 先跟進去 再來 終於冷靜了 以後我們就叫她做加熱媽媽 如果加熱姐的頭 點不倒球 那隻蚊針 究竟怎樣 很危險,我很擔心會不會掉下來 但我還未找到額外的血條 我記得就好像在前面 是不是這裡呢?這裡有一條垃圾 對了 好,看看這次究竟要倒下哪個位置 我想我們應該... 他為什麼突然大叫? 很害怕被他發現 找到原來在小腿位置 跟下去 我刺下去的時候他叫他是不是感覺到我刺他 我先努力吸起來 可能只要盯著他是不是要動 如果他動的話我們就要鬆口不要再吸 一條 好,剛才... 剛才左邊那條垃圾,藍色的位置掉下去 我要滾慢一點,讓圓形翻邊才可以 好,要走了 待會再吸收,剩下的一銅血多一點 要等家宜回到正前方的位置才可以吸血 差不多了,先下去 得閘 好,嚇死我 他突然間用腳在這個機器被他這樣拍片 我們應該是夠時間可以吸光剩下這一銅 搞定!完成! 掘吉小腿也不算很溜柔 你還可以拋一下痕,塗一下毛皮膏 好,這一關我們要對付的就是山田爸爸 看他的女兒也不是很大,但是山田爸爸已經有一些嚴重的地中海 在這一關我們要吸三銅血,另外還有一條隱藏的東西要收拾 山田爸爸應該對我們有提防 因為嘉燕媽媽和麗麗都說被針了 首先周圍遊走,看看有沒有隱藏的東西 因為太久了,我已經忘記了隱藏的東西在哪裡 以為窗簾頂上有東西玩,撞一下 山田地中海有沒有反應 看來對他沒什麼影響 有塊西瓜,究竟有什麼用呢 應該是一些收集品的東西,因為太久沒玩了 我都不完全記得所有東西 這個隱藏機都可以利用,我們試試針下去 走人 再留意山田爸爸有什麼反應 他起床了 其實我可以和他一起看電視嗎? 不是 他好像在看天氣預報 看天氣女郎,原來還看得這麼開心在笑 另一種可以利用的道具就是在梳化這邊 遙控器 還有東西拿,有東西拿到這裡 找到了 有東西拿到這裡 山田爸爸那麼喜歡看電視 當然要幫他按一下轉台 不是吧,還是關掉電視的電視看他看 吸血點出現,衝過去 攻擊 竟然是吸他的地中河 專心看著那個藍色條,不能太高 太高的話,他會發現我們 一筒 睡得這麼高興,你的頭有牌 嚇死我,我以為他是第一次拍下來 努力吸血,吸血我們就走 走了,讓他放鬆一下 我需要興奮 幸好他剛剛差點發現,可能頭已經痕痕了 其實你是太久沒洗頭,所以才痕 可能有頭油,多掉幾條頭髮就會反光 等等,我們要 幫他關電視 你這個東西壞了,會自己關掉電視 其實家裡的電器這麼壞,會自己關掉 會不會反而是 會不會反而是找人回來做一場法事會好些 我需要興奮 不行不行,我要飛開了 因為他好像有點發現我 好路 好路 放逃 放逃 飛到後面 緊急轉彎,離於太遠 我想我飛到後面 拿回到後面 會比較容易 他避開,走 很難在肩膀的位置 衝過去 一個點,走了 他已經冷靜了一點 他已經輸了 剛剛被他拍了一下 可能掉了半片翼 還要砍膝 不是,腳背也有 先砍腳背 好,完成 走 哇 誰是用腳踩蚊子的 完成 其實為什麼這樣 就會冷靜到不理蚊子 開不客氣,我開餐了 不知各位如果真的發現家裡有一隻蚊子 你會不會打不到就算了 我又不會 哎呀 我剛才是吸得太開心 沒有留意 山田伯伯,我又來了 這次還不砍到你的 拋球變菠蘿包 這樣 好,正在吸收 這次我會小心 剛才因為掛著說話 沒有留意下角 這次我不會失手 差不多,完成 走人 好,好似在我們飛走了才發癢 你拍不到我了,山田伯伯伯 好 好了,今次PS2的蚊子我們就暫時玩到這裡 其實玩法真的頗有趣 操控方法有點像磁控制戰機 但我們要攻擊的就是人類和吸他的血 我覺得真的很令人 今集暫時就玩到這裡 喜歡的朋友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一起看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各位收看,拜拜 拜拜